大家好,我是Den 之前有给大家介绍过 2013年以最年幼的练习生进入SM娱乐 非常出名的练习生Lami离开SM的消息 而最近Lami疑似重新与SM签约的消息 收到了韩国网友们的关注 前几天,一位网友上传了SM娱乐的企业公示 其中开写着 2022年9月底现在 与本社签订合约的艺人文件部分的话 能看到这里有Lami的行文名字 其实SM家族老粉们应该会知道 Lami是以苏曼亲自带来在SM Rookies公开后 以练习生身份拍摄画报 出演Red Baby MV,存在新的MV等 总之就是SM的王牌练习生之一 然后看到这次又重新进入SM娱乐的话就能知道 SM对Lami是有多真心的 而因为Lami目前在大学的专业是演技 最近也有SM演员部分的工作人员追踪了Lami的IG 所以也有很多网友们猜测 应该会是以演员出道 哇,离开SM后再回来真的是很少见的事情 甚至Lami是2020年初离开的都快三年了 我生气 难怪最近都不更新IG SM面齐城是不可以使用IG的 Lami现在是20岁一点都不晚 而且在SM出道的很多爱的都是很晚出道的 就算是两年后出道 Lami也才22岁 可以以队内大姐出道 我一定会追你的 拜托一定要出道 最近中二中三出道的人很多 所以才会这样感觉 其实20岁也算年纪很小了 Iden也是24 Sola也是24才出道的 Lami的年龄很适合 Lami是03年 Narhan是09 相差6岁的话 足够可以以一个组合出道了 对,Narhan也在SM 现在没有几个青春女团 希望能在SM做一个青春风格的组合 对于Lami重新进入SM娱乐 不是 大家觉得 Lami与Narhan在同一个组合的话 会怎么样呢 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个非常活该的影片 活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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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 从第一季开始 就让男主从中以挂掉的韩剧 从中以主演的韩剧 是改变了超高人气的网络小说 而在播放第一集 就创下了JTBC电台 历代收视率第二的记录 然后因为整个剧情是从中以死掉才能进行的内容 所以应该不算是剧透吧 算吗 总之 现在想要给大家快速整理一下第一集的内容 所以不想要得到任何剧透的人 可以跳过这个部分 2022年 在韩国第一大财阀 顺阳集团未来资产管理组 担任组长的云条努 没有学历跟背景的他 对财阀家忠心耿耿 处理烂摊子 做牛做马 从不提问 判断跟拒绝 在海外处理了副会长交代的任务后 准备要回国的时候 突然被一群人追杀 结果非常冤枉的死去了 就这样死去的云条努 突然穿越回到了1987年 以顺阳集团最小的孙子 净多就重生了 因为重生的云条努 已经知道了谁会是下一任总统 国际社会会发生什么事情 这个世界又会有什么样的变动 所以应该能展开 非常财打一般的复仇战的 真的不是开玩笑 五拥五之后又有了一个要追的剧了 这个连父母亲都看得进京有味 因为我们也知道过去发生了什么事情 所以真的很有趣 啊是吧 真的太有趣了 疯了 宋军吉主演的 千八千万年儿子 재밌어요 好的 今天的影片就到这里 我们下支影片再见 拜拜 啊 啊 对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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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